年底七合一选举国民两党台北市参选人备受关注 今天台北市议员李庆锋举办异麦活动 不仅民进党主席苏贞昌、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同台 柯文哲、民进党有意参选台北市长的人都现身 成为另类的造势场合 另外国民党籍的连胜文也传出 24号就要宣布参选 欢迎苏主席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出席台北市议员的意卖活动 前副总统吕秀莲、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到场响应 美光灯闪不停 而民进党主席五月改选 成为媒体焦点 我一点都没有在准备党主席的选举 而是在认真做一个党主席 尽党主席的责任 如果我没考虑你为什么每天问我呢 是否会搅逐民进党主席 蔡英文依然没有松口 不过有意搅逐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的 前副总统吕秀莲、律师顾立雄 和台北市议会副议长周伯雅也同台献身 而台大医师柯文哲的出现 是否打算加入民进党 再次受到关注 不要每天问我这个题目 昨天好不容易睡了一个好觉 没有啊这是这样啦 下礼拜三的是问题 到礼拜二问我都还来得及 不要再吃我们豆腐了嘛 什么叫做我们回到原点 是不是请他就早日决定 那就不论他如何决定 我都心难接受 如果一场选举民进党没有人要选的时候 那去拜托 不是民进党党人选的 当然是另当别人 一场选举的胜选 就是要结合各方的力量 所以我们还是会努力 来结合各方的力量 关于台北市长参选人 民进党竞争激烈 而国民党中央委员连胜文 则决定在24号宣布参选 两党台北市长的选情 逐渐升温 新唐人亚太电视 卢天长台湾台北报导